但是现在呢真的是一片涨价潮车子也要变贵了 那么受到原物料调涨跟运输成本增加等等的影响 我们就来看看非常多的车厂都已经决定要涨价了 像是Nissan玉龙有四款国产车大概要涨一到两万块左右 那么Mitsubishi同样也是多款的车型都要调涨 那么最贵会涨大概一万六千块 那么至于本田Honda同样也是自家最热卖的CRV全车系 在4月1号开始也要涨了 而且最高要涨到两万块钱 那么燃油车因为现在也不只是车贵 那么油也跟着变贵了 倒是就推升了一些电动车的行情 我们就来看看Honda 他们也透露了多款的新的电动车的规划 那么目前全新的电动休旅车也准备要问世了 而且呢也曝光了注册多达九个电动车的商标 那么只有Lexus他们的电动休旅车 其实在先前就已经先亮过相了 那么4月份预计要进行真正的发表 那至于鸿海集团旗下的鸿华先进科技 三款电动车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 Model C在10月18号要开始预购 那么至于另外一款电动房车 这是预计在2024年的上半年要进行投产 所以就数字来看电动车真的是越卖越好了 如果以全球的数据来看呢 在今年跟去年其实都有明显的成长 现在有1000万辆了 那么再往后预估 大概到了2024年 全球大概会有2600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么以其他的像是电动机车又是如何呢 其实的确也是卖的还蛮不错的 可能大家都想省点油吧 前两个月的电动机车新的领牌数 在已经达到了7308辆 这成长率啊其实超过了130%呢 那相比之下燃油传统机车的销售量 就比去年同期下滑 那么蛮值得注意的是 从2021年的3月到现在 大概一年的时间吧 燃油机车的单月新领牌数 已经连续12个月都出现了负成长 所以可见呢 在国内的确非常多的人 已经可以开始接受电动机车了 省省油也省省钱 国际情势推升油价不断飙升 意外带动台湾电动机车销量 今年前两个月 电动机车新领牌数7308辆 连成长率高达132.2% 就连传统车厂也看好趋势 传统机车厂布局电动机车多年 亮相多款新车 在油价高涨的时代 换天方案不增反减 机车厂全面调降旗下电动机车 月租费率 并增加方案内附的可用安时 将于4月正式上路 校正对手宣布涨价的讯息 港大业者实际相比 以双颗电池的入门方案为例 Gogoro每个月要319元 只能使用87安时 而光阳每个月299元 可以使用130安时 方案降价又增量 目标冲高是战旅 那我竞争对手其实已经比我跑了六七年了 我们也很乐见于这样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 其实消费者对于整个机车的一个使用成本 其实会更为敏感 那在油价高涨的时候电动机车反而帮了一个大忙 油价高推升电动机车购买意愿 但补助也是选择的关键 财速企业为了达成碳中和愿景挺身而出 将砸下约7.2亿元 补助旗下员工购买电动机车 每位最多可以申请到1.6万元 如果光靠企业本身来做节能减碳 其实它的成效是有限的 推动员工新换购电动机车的补助方案 这只不过是我们其中的一环而已 降低购买门槛减少碳排放 国发会也宣布在2040年 台湾电动机车市售占比要达到百分之百 而目前只有百分之十二 想要达成企业车厂民众缺一不可 降低购买电动机车厂民众